大家好,我是中国烹饪大师阿武黄河大鲤鱼创始人樊胜武 今天我为大家制作一道红烧黄河鲤鱼 它是我们河南的一道招牌菜 我们首先选择的是黄河鲤鱼 大家看这鲤鱼金铃翅尾很漂亮 我们首先要把鱼鳍踩一下 尾巴给它修一下,修一下就会很漂亮 我们俗称的鱼腥线 其实是一个筋起导航作用的 去掉以后,我们传统的就是剖刀法 原则上是懒鸡琴八 然后这边的十字口 接着接另外一面 你看这个鱼刀口非常的均匀 把葱切好 再拿姜 这样的话加上盐 胡椒粉,料酒,葱姜 把这个鱼要按摩一下 按摩的目的是让它入味 粘上20分钟 这个葱段一般就是四指 相公的切成片 还有蒜子,还有八角 另外这还有冬笋 把这油倒进去 这个倒的时候一定要多一点 这个原则上都是热锅凉油 火要大一点 这个鱼已经腌好了 用纸把这个鱼身上擦干净 鱼炸的时候要放点壶 这个是生粉 放一个鸡蛋 弄好以后 这壶搅拌均匀以后抹到身上 现在我们这个油基本上烧得差不多了 你手一试 多热的感觉 这温度的地方差不多了 下的时候一定要顺着锅下 你看这样先下 然后让它定型 再这样下 再加另外一边 炸鱼的时候一定油要多 油温要高 然后锅内放入油 下入葱,下入姜 下入蒜 下入两个八角 一般炸出来金黄色 这时候下入高汤 下入冬笋 下入香菇 这个香菜是提鲜味的 这个料汁是我们独家秘制的 烧开以后再把鱼放进去 然后顺着锅下 把这个汤汁往上浇一浇 下上盖一般就烧十三分钟左右 就是中国人讲究这个 无鱼不成宴 无礼不成习 这条美味的黄河大鲤鱼就做好了 色泽红亮 鲜鲜味美 在这里也祝各位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年年有余